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1日 如來神掌第八色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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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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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去热帖,不过都很旧式,医院应该不是用这些的,相信是他自备的 在讲这宗逆庙碰瓷之前,我讲一下这一集的物乐先 首先我会分享一篇由文汇报3月时候写的文章 然后再去研究这个矮文,没错,就是这个逆庙碰瓷党 什么叫碰瓷党呢?就是刻意夸大自己症状 意图敲诈勒索政府一笔钱的那些矮文 同时之间,我会跟你讲一讲,这人不诚实的,他讲大话 为什么呢?最后你就会知道的了 好,首先我们看看文汇报3月23日时候播出的真新闻 当然啦,文汇报是很有公信力的嘛 而那时候,至少那时候,是真的 3月23日,招提,政府就说了 没有人打完科兴,脚肿入院,就是不要轻信谣言 香港文汇报信,就说到了 淡炒牌无所不用其極没黑内地科兴疫苗 近日,更有网民发布一段影片 声称有人打完科兴之后,双脚下体肿胀 最终要入院治疗混混 特区政府在天马台的Facebook专业发问否认 强调,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以来 从来都没有收到接种疫苗之后 出现这种荒诞无稽事件的报告 因为网络谣言,就说下体肿胀肿那么大 今次呢,脚这件事呢,都算下体的一部分嘛 人只分两样而已,一个上体,一个下体,是不是? 那加下了,悼念天残脚 你看一下脚,真的肿胀肿那么大 不过,他仍然是疫苗碰磁党,为什么呢? 我相信这个人都是夸大自己症状的啦 除非,他可以证明自己的对脚,以前不是这样的先啦 否则,保证无据,就不要在这里说三道四 哇,不过那件事,又真是很厉害的哦 因为,那段片是说,他的朋友接种之后呢 每天伤脚和下体肿胀,好像鹅蛋那么大 最后爆破流血送丸,一星期未能出院哦 甚至乎,慫恿身边的朋友气针 所以有很多明智的市民留言,认为是谣言 那似乎,都是有夸大的成份的 我就不知道啦 那,现下这位人兴呢 我又没有能力去考证,他到底是不是鹅蛋那么大 我指其他部位啊 但对脚呢,我相信鹅蛋的尺寸,就没有他对脚那么大 那我们看一下,他发生了什么事 一名居住牛头角上村哦 哦,原来是牛魔王,任职装修公司的 六十五岁了哦,退休啦,还走去博 那他说姓吹的,就不知道是不是叫吹你打疫苗啊 日本人名的 那早前接种首剂的,哇,第一剂就来了啊 我以为他第二剂啊,啊,是第二剂啊 搞错了,第一剂没事 接种首剂的科兴之后呢,身体状况一切如常 几厉害,所以才够这个泪气去接种第二剂 三日前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 于是乎啊,突然之间啊,就说连日来呢,好不舒服 左脚啊,出现肿痛啊,怀疑痛风发作 哦,原来你痛风发作,那我相信啊,如果他死了老衬的时候呢 报纸会点起来啊,死者生前患有痛风 说完,你这些,跟疫苗没有直接关系的 保心啊,小小事你又病埋在家那边啦 吐枝巴蔽,浪费特区政府资源 Anyway,4月17号凌晨大概2点钟 即是睡睡点床点脊的时候啊,他就突然之间有发烧症状了啊 认为情况严重,那他认为的而已 于是乎报警求助啊,还有通知一名姓黎的契仔 即是救护车,送抵这个联合医院急证室 发烧去到38.9度,哇,都厉害啊,这个 即是好地地干嘛收契仔呢?他自己没儿子生呢? 那可能因为没儿子生啦,我记起三角演义那时候嘛 刘比不是有个刘峰的,即是个契仔 跟着曹操就经骂了,逆刹尝使假指刑敌 说回正题,那你要交代细节的嘛 我想啊,当时那个人呢,都病到温温等等的啦 说大哥,你发烧去到38.9度啊,人类呢 去到39.2度开始就烧坏了的啦 那我想啊,他未去到39.2度呢,就应该已经烧坏了的啦 于是乎,就要去契仔打点一切啦 啊,姓黎的契仔就向当值的医护人员,欺劳 这位契爷啊,大概三日之前呢,接种第二剂的科兴疫苗 现在发高烧,还有啊,对脚就肿得非常厉害 其实不用他说都可以啊,你唯一要说的呢 就是他已经接种了第二剂的科兴,因为查不到的嘛 他发烧,对脚呢,基本上一望就知道了啦 所以啊,就问道啦,可不可以尽快安排诊字? 就说不得要领啊,在急证室那里,通宵苦后,未获处理 这个呢,一向啊,特区政府,急证室的运作呢 就算你给了钱,那里180元嘛,是不是加了价? 之前就8月去到180元,有没有加到变200多啊? Anyway,即是他那张轮椅我以前都坐过 那查实啊,人家是按既有的机制去处理件事情的嘛 你又分非常紧急,半紧急,你这些呢,只不过是可以在等的而已 非紧急啊,所以你才要等几个小时,人家是并没有偏见的 原因你只不过是发烧而已嘛 那还有你又表明,接种了第二剂科兴疫苗了 那应该不是确诊者啦,那你只不过是副作用而已 所以啊,医护人员的判断非常专业啊 另外啊,就讲到期间一名女护士,就走来了解事情 跟着呢,精黎的契仔,迹述事情,就跟东方报业的记者说 对方啊,只是回了一句,就说了,林郑政府是这样的啦 为什麽我说,这两父子,你不要理他契不契仔先啦 其实不用收契仔啊,如果年龄差不多的时候啊,你收契弟就算啦 那为什麽说他说大话呢,很简单 因为啊,医护人员是不会无故惹惹上身的 啊,他们说的话,就只会叫你等下各样的而已 相信啊,有四个字是他在山安八做家的 那四个字是什麽啊?就是林郑政府啦 事实上,那个医护人员呢,应该跟他说的呢 是那四个字,就是这样的啦 还说五个字,是五个字,就是这样的啦 为什麽啊?你打完科兴,你是有副作用的嘛 这个是政府的红头文件,都说了你听 啊,即是发烧啊,有少少难受啊,少不免啊 这些都叫更好的咯 有些啊,可能嘔吐啊,飙冷汗啊,各样,或者针口痛 这些这麽轻的东西啊,本身,啊,你就是要预了的 那万一,啊,到有起事上来的时候,你其实在家里休息一下就行的咯 我觉得那条人仔,摆到明是担心自己啊,可能三叉神经啊,各样啊 甚至乎,我怀疑啊,他自己都反中乱讲,听完文汇报那些东西之后啊,都不相信 于是乎觉得啊,自己下体都可能总将,所以才急欲求疹 老实讲啦,人家都说了你听的啦,这些根本就是生安八造,你又何需经据呢? 不过,事件都很应该有人去负责的,我之后讲给大家听,有些什麽人应该负上责任 话说啊,这个姓黎的契仔,听后心感不满的嘛,觉得远方用这些这样的态度 对待求疹的病人,护士态度是这样的啦,你没见过啊? Anyway,他说绝对不能接受,喂,你当你是什么啊?你去私家医院啊,人家都是这样跟你说的 最多啊,给八粒Panadol你吃好没?你痛的嘛,于是乎,啊,契仔就说,希望帮这个契爷安排啊,转往这个私家医院接受诊治 而当值的医护人员就说,没有这项服务的,结果,等了12个小时才安排治理 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想去私家医院接受诊治的话呢,你又应该自己搭的士去 很明显,啊,个人想招牌,你去转介,去私家医院,会不会有得便宜些啊? 不好意思,跟东方报业的个人讲,你招好就招好,但是啊,一向都没有这项服务,人家的答案很官腔啊 根据规矩做啊,那好了,说回,如果他真的要追究事情的话呢,谁应该负责呢?就是帮他打针那个医护 为什么呢?这么多人针都不见有事,为什么打到契爷身上就会有事呢? 很明显,就是这个黑医护,啊,用了一种语别不同的针法,令到契爷受害的 如果真的要追究起上来的话呢,谁帮他打针那个医护啊?你当问斩 那,不过大家也无需大惊小怪,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跟你说,这个姓黎的,认得契仔的,当然恩勤服是足的啦 事实上,他说的所有东西,你都要打个折扣,为什么呢?很简单,是向自己契爷表忠的 哇,就是谋财害命那些的了,那我又向崔先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啦,崔冰冰,还是崔冰冰呢? 那我只有一句说话给他,就是亲生仔不如近身钱,小心点身边人啊 是不是他帮你预约的?他打了针针没有?就是这样,好,今天讲到这里